你好 欢迎收看6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华林县府8号发出声明澄清表示 清洗工厂每日清洗并收送环保餐具 透过专业清洗设备进行一连串的回收 清洗烘干杀菌等程序 以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要求 而收费模式以包月计费处理 华林县议会23独议会 环保局副局长饶庆龙表示 洗一个碗35元是误会 他们推出的是包月6000元 清洗中心环保餐具 清洗收费方式一直在修改 最后县府定调收费为2.2元 县府秘书长饶中表示 经过了解之后 因为环保局推算的成本基础错误 除以客户数来换算单价 造成误会一场 至于大家现在媒体吵得 很夯的洗一个碗 三十五块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自己也吓一跳 怎么会这样 以我当初调查的市场的价钱 完全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马上打电话去了解 请他们把这个案子 到底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这个成本 我这里直接 我当初就直接跟环保局的同仁讲 你们推论的基础错误 你的推论是应该以市场的价钱 来做你营印的基础 而不是他们现在用营印的成本 去跟这个你所得到的客户 去换算单价 这是这个是在 这个整个精算的推论是错误的 我说你们这样绝对不对 然后现在那块地 是特殊基地的地 又没有连外道路 所以你又要在这一次 为什么会再度提出这个议案 就是因为这一次进来的案子 是两千八百万要有 要盖一条连外道路 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而去看 但是所以呢 这些都是这个累积下来的投资成本 就一个政府来讲 或者民众来看待这个预算的使用 是否适当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称的六千元的 包租洗到宝的金额 是这个钱是收回给花莲县政府 还是收给营运厂商 我觉得 这个都还要 也还带厘清嘛 就这个六千块 假设六千块 或单向三十五块 或者是两块一点一块 那这个钱收进来是收给谁 我们花莲县政府投资了一亿的成本 做了这盖了这个房子 洗碗工厂 然后那到底 有参加的人多吗 因为这个钱 这个钱是人民纳税钱 所以不管是中央给 还是我们地方自筹 都是人民纳税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审慎的评估 来看待这笔钱 是因为这个基础 所以财政处你可以 他们如果不会算评估 请你们提供他评估嘛 清洗中心征辟工厂 连外道路追加预算2800万元 相关宣导以及基础建设 总经费已累积将近1亿元 并将增设两套清洗设备 每天开工8小时 110年底以绝标并取得建造 近期将动工预计明年底完工 采用OT方式委外经营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